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7点 准时叫你起床的big棒来了 我是主持人季昂 一期的青春旅社 大家都追了吗 咪哩李小璐和王源都当选了新店长 但因不舍离开准女婿王源 李小璐难过到痛哭 也是啊又会做饭又会照顾人 还唱歌超好听 这样又暖又萌的完美女婿 怎么能让人不喜欢呢 看看节目中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乃至喵行人汪行人都无法抵抗 王源小哥哥的魅力呢 真是佩服无理甜心的好眼光 下面咱们就跟着头条群 青春旅社各位胖友都看过了吗 这档节目不仅画风温馨 基调暖心 还充分满足了头条群的好奇心 你问啥好奇心 就是为啥人人都爱王源啊 和哥哥姐姐一起嗨歌 身为零零后的她 竟主动唱起了魔星的两只蝴蝶 坐在一旁的甜心妈妈李小璐听了 脸上立马浮现出丈母娘式慈爱的微笑 接着一会儿教王源跳舞 一会儿带着她来段freestyle 这是要把毕生绝学都传授给王源的意思 和节目中另一位女嘉宾景田相处时 王源也是比小棉袄还贴心的存在 景田生病她陪着去医院 细心的拿浴袍让她打点滴时盖 晚上发短信提醒她早点睡 还熬了一大锅爱心粥给她喝 一系列暖心举动 让景田忍不住开启赞美发射模式 所以我想说圆圆现在是一个17岁的新好男人 圆圆怪不得是甜心的那个男生 我跟那个田小姐一样 现在王源是我们的男生 结果专访中提到这件事实 王源的回应又谦虚又懂事 头条军听了都忍不住露出欣慰的已副笑 我觉得这都是该做的事情 因为大家是一个集体 然后互相帮助 除了在姐姐团里吃得开 跟大佬爷们在一起时 王源的团宠地位依然屹立不倒 最新一期节目中 新上任的原店长套路陈鹤来当嘉宾 你要怎么感谢我呢 结果咧 整端垮掉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陈鹤的心酸 好像看到我也没有很高兴吧 还可以吧 说起天天追着他喊女婿的奶爸 王源这预言又止的反应 更是让人挠不出一场大戏 我跟亮哥也尽量去吃饭 然后玩游戏这样 亮哥 算了不说了 看看把人家孩子吓成啥样了 这年头可不兴包办婚姻呢 就连光临旅舍的爷爷奶奶 都无法抗拒被全粉 一线面就给王源整理衣服 偷塞零食 还刻意躲着摄像头 有网友说了 这不就是咱们回爷爷奶奶家 时的真实写照吗 你看拿出来 我今天凹了一天的时尚 怎么了 这东西都是爷爷奶奶送给你的 送给我的 太谢谢了 康远们看到这一幕 再次骄傲地表示 王源的粉丝真是上到99 吓到刚会走 偷塞君想说 孩子们你们还是低估了爱豆的魅力 他连小动物的心都能倾诉收割 在节目里对大虫花式摸摸抱抱 得到爱的回应后一脸傲娇 我的爱就是这样的强 对 霸道总裁型的爱 啊 是不是有很多粉丝想浑穿大虫 前阵子还有人目击王源在南洛谷像颅猫 袁叔叔的霸宗宠爱 看来是要遍布动物界呀 除了用行动暖遍全世界 送出一曲爱的奉献 王源的性格也是很大的加分项 随时散发梗王本王的威力 说自己私下小习惯是发光 17岁最大的改变是开始保养 专访时问他接下来的计划 他一本正经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之后就是 奴隶 这种总能在采访中逗乐记者的技能 也是不可多得呀 此外吃货的属性也让他更加讨喜 接地亲爱吃会吃还会做 在青春旅社里亲手做了粉红色棉花糖 和色香味俱全的辣子鸡 蝉的网友四处求菜谱 他在专访中表示 自己最擅长做穿菜 而且 可以说是兼顾了吃货和敬业两个担当啊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乃至喵喵汪汪都无法抵抗他的魅力 汪源这样的完美女婿人选 早就被大家盯上了 各位朋友现在抓得紧生个女儿 说不定以后他会在微博爱对你 爸妈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友汪源 母亲哥�友 优优独言 那 system ô